郎平点名表扬一队员 召唤为秋月徐云丽回归用心良苦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目前 中国女排已经开始了在福建漳州的集训 3月27日 漳州市领导在漳州宾馆亲切会见了中国女排 郎平也对媒体透露了本次训练的情况 对于此次集训的主要内容 郎平上来幽默了一把 封闭训练 这要保密呀 但他透露 新年最重要的任务是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此次集训主要是为奥运会选拔赛 世界杯做准备 续战术训练都围绕着这两项大赛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记者观察到 两位已经退役的奥运冠军卫秋月 徐云丽也出现在本次集训中 郎平介绍 他们主要是来帮助球员提高继战术水平 复工郑一新是张州级的运动员 在2018-2019赛季他作为队长带领福建队多年来首次打进八强 在半决赛和决赛 他作为天津女排的内员 表现也获得了一致好评 郎平对郑一新赞赏有加 我觉得小新现在各方面还是比较成熟了 希望他继续努力 保持好状态 此外 目前中国女排张州封闭集训队员共19人 天津女排二船姚迪暂时离队 许网友透露郎平为其安排了上海的治疗 另外北京女排老将曾春磊还未归队 グッズ女排队